命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燕荣在昨天6月8号的时候 那么燕荣老师特别说了什么 燕荣老师特别说 这个盘整个分线主力成本线先翻红了 那会怎么走呢 我是不是说会先拉 那如果先拉的话 那可能空间就不大 那请问今天真的有这么走吗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走势图 好那么这个是今天是6月9号 这个没有改过来 那么这个是今天是6月9号 那我们看到在昨天 这个位置可能要请摄影师大哥把镜头调进 这里有没有昨天跟你说到的 主力成本线翻小红了 那他有可能直接攻 那我也说了如果他是先杀低的时候 让这个看到负0.1以下空间才比较大 但是我说如果先攻空间不大 那真的空间是多少 41点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又杀了这段下来 66点呢 为什么 那你看画面就知道了 所以0.1到0.15之间 那甚至已经接近前面高点了 这叫对称压力 那所以呢 就杀了这段下来 所以你盘中如果要做短线 说真的 你一定要看到这套软体 好 那么因为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哎 不要追高哦 因为高点去到 因为数据看到0.1到0.15之间 甚至接近前面的高点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不会去追高 那甚至这个地方也一样的逻辑观念 有没有 好 在这里的 是不是 那甚至这一段的拉抬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据 杀到-0.1到-0.15以下 这个位阶 他都表示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叫做对称支撑 不要杀低哦 那主力成本先翻红转折 他就往上攻一段 投资朋友 你用对工具了吗 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最重点的部分是 你想要了解到说 在这个台子的一个波段 下周有没有杀盘 有没有杀盘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要看日线 日线的部分 那么台子期的部分 我们看到过去这一段的下杀的原因 是因为整个数据都接近前面高点 然后主力成本线 翻黑了 这里翻黑 结果杀这一段 那这里翻黑 结果是杀这一段更惨 那现在的位置呢 好 现在的位置我们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A指标的数据 好像零点零二都过不去呢 然后呢 哇不得了耶 我们来看清楚哦 这里 这里叫做主力成本线 今天六月九号 正式的出现了翻黑 那所以台子 波段 下周 是否会有杀盘的机会呢 你手上是否报了一个流仓的多单呢 那这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那当然你说老师 我喜欢做当冲耶 当冲你每天都会 稍微把这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软体会员做一个教学 那今天要不要教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哦 下礼拜一 六月十二号 应该是要先空 还是要先多 好 我们看到这里哦 整个 这个叫做 分线A指标 分线A指标 哇 那这个时间只有到十二点四十五分 那事实上我 我是抓错图了 我们这个抓错图了 那事实上我们是看到的位置哦 是已经负零点一四接近的 好 负零点一四接近的 那这个接近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代表什么 代表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它没有在创新低 下礼拜一开盘 如果没有 没有先杀的话 那止跌的话 主力成本线翻红 它可能会攻一段哦 它可能会攻一段 所以呢 下礼拜一 如果分线的AA指标 负零点一四没有在破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软体会员特别注意 不要杀低哦 当分线主力成本线翻红的时候 它就会攻击 这样会员朋友知道了吗 好 我想这个分享到这里 棋子的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看哦 大盘其实个股哦 台子这个大盘的部分 台股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这个make up啊 今天要特别说清楚 讲明白 我们来看一看 在今天这个台股的走势 是怎么走的呢 来看到这张字卡 好 你看到这今天哦 是开高对不对 开高之后呢 一路上的走低呢 哇 真的是令人觉得 非常非常的煞风景 这是周末呢 结果是下跌下来的哦 那么从10256跌到10199 哇 这个差不多有将近60点的空间哦 那连续的胶着状态 那么燕楼老师 每天提醒你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沙盘 今天是不是验证了 那今天似乎整个局势 也开始明朗了 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那对于有些人来讲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呢 那当然我想如果是会员的话 真的不用担心啦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高点区出现的时候 都会第一时间的去提醒 第一点区出现也是一样哦 那比如说这一次 上涨了620点 那上涨620点之前 我跟你说了什么 我又在会员做了些什么 好我们看到哦 当时是4月17号 4月17号我说 破底翻快光万点 因为当时的现象叫做什么 叫做-0.1 下影线的位置接近-0.02 接近前面的低点 就像在最近 我一直跟你提醒 有比较大的压力 是因为整个数据都拉到 接近前面高点区附近 这是相反的逻辑观念 当数据撒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代表对称支撑出现 所以全市场都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长空万里 但是燕荣老师说 破底翻快光万点 结果果然拉上来 拉了多少呢 好 拉了一段又一段 总共拉了620点 那燕荣老师呢 总是领先的带领 这个会员朋友 领先的来做布局 那领先的好处是什么 领先的好处就是 每一段你只要给我300点就好 我就给你 像这样子不凡的一个绩效 那这是第一段 拉436点 我做了什么 翻本谷一茂莲 翻本谷二康普 翻本谷三的江星段 每一档股票 我都有预告的证明 好 那么在YouTube当中 都有预告的证明 那当然包括这个也一样 我做股票就是这样 我做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我一定要给你证据 整个SOPA流程 像这样子300点 有没有 我全力看好了 叫做PA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深化加三雄 有没有 红杰科 稳帽 全新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都是在低档 就跟你做提醒 那甚至我们波段来持股 维新 碩合 也都是一路的追踪 是不是 果然拉到620点上来 但是你给我300点 我就让你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给我300点 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即将改变 是不是 所以呢 倘若一个专业的一个顾问老师 你能够在下杀的时候 下杀到那个低点的时候 你能够改变你旧思维 然后呢 找到一个专业的顾问 然后给他300点的空间 给了时间 那我相信呢 他可能就给你全世界 因为这个理念只有一个叫做 有转折 这个地方上来叫转折 有转折就有价差 这个地方上来叫做转折 有转折 他就会有价差 那我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会发现 真的啦 这个不容易呢 市场上这么多顾问 你跟过多少个了 那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这样子讲是很简单 真的要像这样子做的人 这个市场你把它看过去 真的没几个呢 重点是什么 成功的方法 那这个成功的方法 其实呢 一旦你能够到位 那我相信很多的股票 真的难不倒哦 那就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是难不倒我们的 什么股票呢 好 这张字卡叫做1565的精华 好 精华它在6月5号涨13块 6月6号涨了5块 6月7号涨21块 休息一天之后 哇不得了呢 今天又起20块呢 真的涨不停 那我的持股就是这样的写照 总是涨不停 那所以分析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掌握到股票的高低点 92块而已 起差不多92块 100块而已而已 那也应该做 做成多少 200块的差距 做差距 做个200块 真的这么厉害吗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 我是怎么做的 首先 我们必须从最低点 波段开始讲起 好 这个地方叫做 3月2号 3月3号 3月2号 3月3号YouTube为正 我当时特别告诉你 公开讲的 没有盖牌 这个YouTube都看得到 我说这个地方 只要你去买进 它将来有机会让你买豪宅 结果果然这样拉上去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买进呢 因为这个数据 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已经杀到一个最低点的 末迭段走完了 即将进入初身段 即将进入初身段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当然要买进嘛 那买了之后呢 高点 其实说真的啦 你也许可以不用卖 那但是有时候呢 为了帮会员多赚一趟价 查好 为什么这里要卖 那原因很简单啊 把这个画面的时间拉远来看 就是这样子啊 好 你看到在这个高点的时候 0.1呢 那0.1为什么要卖呢 因为前面有0.11这个位置啊 叫什么 叫对称压力 所以我当然要让会员卖啊 那卖一趟之后呢 到了这个低点区 再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数据又来到低点区附近 好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 拉上去的时候 在这里我就跟你暗示说 只要多空 只要整个散户成本的这个 散户跟法人成本的这个 这条线 如果不过 你就要去卖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刚跌破的时候 弹上了这个线 一定是卖嘛 好 这个是简单的技术分析观念嘛 那所以我就带这个会员在这里 卖了一趟 又跌了呢 哇 那你这样的 这个真的是很顺手 那甚至这里 524到529又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数据又接近前面低点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模式 用这个模式来带会员操作 那如今 那从524到今天 624 多多好多少 刚好多少 又100块呢 真的又100块呢 这是真的呢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啊 那么总是在追高杀低 你为什么操作股票不顺 因为你可能哦 去追涨停板 追到高点 可能也许追最高 因为你可能 长红才看得懂 你也老是长红才看得懂 那甚至你为什么去杀低呢 因为你长黑才看坏啊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看不懂啊 是不是 你可能不是买这里 就买这里 那或者说 买在中间的位置 但是我的做法 跟你不一样啊 我一定是买在 最低点附近 我一定是卖在 最高点附近 那这样子你就会觉得 空间很大耶 我卖的把它收割了 做有点的耶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是买到高点 我如果了解 是要买的呢 那你就抱这段下来 那有时候你可能 买的不是很高 对不对 你太早买了 哇 买在这里不上不下 怎么办啊 那做卖也不是 做买也不是 所以这是方法 不一样的一个差别 一定要能够 买到最低附近 卖到最高附近 那这样一个本事 说真的 市场上 能够拥有这样的本事的人 说真的 我相信呢 你可能找不到几个 所以检验一个老师 能不能够帮助你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检验你 一档股票 有一个来回操作的能力 那你说老师啊 你说到脆高专铺 到底是有做了不做了耶 可不可以把证据拿出来 提香一下 好 我想这个证据你看了很多次了 包括这个你看到这个 是3月2号当时的买进去的一个证明 这个是3月27号卖出去的一个证明 那么在这个地方 卖的话都是连续卖的 那么4月18号买回来 4月25号卖掉 那么5月8号再买回来 那因为我有A指标的引导 所以我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重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得到这个软体 如果你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 你跟着这个抠讯 我相信呢 你也会跟我一样 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所以呢 甚至你会发现呢 我们对一个新闻的解读 对这个新闻的解读 会跟别人不一样 好 比如说这一次我在5月16号 17 18 19 连续4天 全力大放送的一档股票 以及这个族群 那结果呢 这个族群真的果然拉上来了 最近大盘其实一直横盘横盘 没有什么空间啊 几几百点两两 但是我们的股票可以拉了 两层三层四层上去 什么族群呢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叫做深化加三雄 全新 稳帽 红杰科 当我在5月5号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那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你的老师看到新闻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会去追高 那但是我们做法跟你不同 好 那么看到这个新闻 是什么新闻呢 好 深化加三雄 未来营运将会逐月逐迹走高 主要原因在iPhone 8 对于射频元件的备货 将从5 6月份开始展开 那这个时候是5月5号哦 那有利于他们的营运 逐步恢复动能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就抓不到啊 你就冲下去了 你的老师也一样 那但是我们会怎么做呢 好 我们会想说 是真的还是假的 来过滤一下好不好 要怎么过滤呢 好 其实就看指标的位置 来 为什么说它是好的 为什么要跟你预告 为什么在5月16号 YouTube 24分35秒 你去看一下我有沒有预告 但是这个是盖起来的啦 因为大家都很未猜 会员都还没买嘛 我就给你看这个数据 让你来验证嘛 那我看到这个 诶 不错呢 0.17哦 0.17代表什么 当数据创新高的时候 好 数据创新高的时候 它可能在这里嘛 我打下来再买 或者说可能在这里嘛 打下来再买 那打下来什么时候买 我们当然 第一个 我要教你一个技术观念哦 当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先找到成功形态 那不是马上去买哦 要怎么样 要等转折 那转折是什么 好 转折就是包括一个洗盘的观念 好 洗盘了没有 诶 洗盘了 但是因为时间太接近 所以我认为不够 通常你从洗盘 从成功形态认证到 洗盘成功 其实这至少要 40天到60天 那所以我会选择在这里预告 好 虽然这个也是洗盘 但是洗两次 那所以呢 就在这个地方 那果然呢 就这样拉上来 所以检验一个老师的工具 或者钻业好不好 其实说真的 这很重要 它要有一个方向性 有一个方向性 知道一定会成功 知道一定会成功的形态 然后你也知道 将来它也会拉到这里 那这里所代表的股价是多少 这就是 我能够来交给我的 这个软体会员 我都会教他的 那当然重点是 这个是A纸标的优势 它有一个方向性 但是相对于 你目前用的工具 可能是红买绿麦 红买绿麦 当然我不敢说它不好 但有时候也会标啊 但是那可能是可有允许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红买 明年绿麦 可能是怎么样 一直赔手续费啊 因为你不知道 会不会一定成功啊 那可能今天买 明年就卖啊 那光是这样手续费 就付了很多 所以呢 这就是差别 那当然最重点是怎么样 一定要买 好 这个是我5月16号预告的 但是18号 22号 23号 25号都要买 这个价位你自己看嘛 你自己看嘛 今天到64块多了嘛 好 这个就是重点 好 我想 燕楼老师的操作 都是像这样 有评有据 而且有一个成功的模式 我们绝对不会无地放食 绝对不会 灰车过这个本鼻啊 也不会一天到晚 打测标打一大堆 获利的资讯 但是确确实实是没有的 好 这不是我的做法 当然这次PA功率放大器的一个 的这个逆势表现 带给我的会员 什么样的绩效呢 好 三百点而已 好 大盘三百点 全新 宏杰科 稳望 所以真正三百点 就会有价差 当整个指数 如果休息了 当指数 如果拉回的时候 那个杀低的一个位阶的时候 你要害怕的说 恐怖恐怖 快逃命 还是要跟着我来 从这样子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益呢 是不是 那真的有三百点 就有这样的机会吗 真的要给自己一年机会 为家人拼拼看吗 好 这是证明 再往前推 这三百点 四百几点 有没有 我给你什么 这个叫什么 叫茂莲 都有预告 33天 我给你什么 康普 25天 都有预告 给你这一个 包括江星段 也给你预告 20天而已 不得了 真的 给自己一年时间 来拼拼看 那当然重点是什么 你说老师 我走得要死 如果去买就高扁 买不到 买什么 好 你不要担心 高点到了 我一定带你一跑 为什么 因为高点的现象 我一定会知道 我一定会知道 所以你不用担心 好 我不会像别人一样 让你遭受这样的一个遭遇 绝对不会 所以其实也许目前 大盘要变盘了 但是下沙之后 那一个起点 你只要可以掌握到300点的话 我相信你的人生绝对不一样 好 全国投资朋友 中线千点行情 个股空间大 每档股票的高点 一定知道 一定会带你出 大盘每300点 目标股资金将成长 三成到五成以上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拼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城东保护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董户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城东董户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城东董户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董户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城东董户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Wendy在安眠院巧遇阿姨 两人闲话家常后 阿姨一直吹促服务人员 可不可以快点啊 我还要赶去证券公司开户 阿姨 不用那么麻烦了啦 现在政府都有推出 数位化金融3.0 这手机就可以现在开户 现在以放宽证券商 线上作业方式 提供投资人 开户及多项目 开户就是这么简单 时间不敢了 帮我多按摩一下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彦荣老师 最近这几天 这个字卡都没有换 我怎么看的 好 那么6月9号 中线签点行情 短线较大沙盘 为什么 这一段一个沙盘 数据0.03到0.03 造就了这一段来拉回 但是如果你懂得买的话 那我相信你的机会 真的是很不错的 那目前的话呢 0.02好多次都过不去哦 所以我就特别告诉你的 这里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再加上主力成本线 你看到没有 主力成本线 在这个拉抬的过程当中 高度呢 其实是没有过前面高点的 代表气势转弱 那么其实我在这两天就提醒你的 那今天整个局势更加明朗 主力成本线翻黑的 那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一个 道琼工业指数 我们看到什么 来这个要拉进来 砍这个K线 这个K线 这K线哦 那么上冲下洗 把这几天的一个服务也有洗过的 它有洗盘的味道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洗盘 然后你看到主力成本线 那么这是模拟的 那这是在6月8号的一个洗盘 主力成本线的位置 洗盘的味道 但是如果说筹码还不够安定的话 那在今天礼拜五晚上的一个美股 如果没有拉抬的话 就会有下修的风险 会影响台股 也许回撤这里也不一定 那所以目前台股的位置 好 今天看到这个K线 我是把它放的比较大 看起来好像很黑 其实没有 震荡的幅度不大 大概60点 60点的空间 应该说震荡幅度不大 但是它带量的哦 这个带量代表的可能是出货 或者是进货 那重点是像关键位置 关键位置没有破 没有破 那万一破了呢 第一个自身在这里 第一个在这里 第二个要看这里 第二个看这里 那当然不管是这里或者是这里 往上算300点 它都是你的机会 务必特别把握这一次 那么来做参与 上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好 那么要注意什么呢 补涨补跌差很多 那什么形态的股票会补跌 好 你看到像这个 郁金光 我始终强调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为什么 郁金光在100年8月 它很厉害 大家厉害后都是这样 这个 上去爬楼梯 下来是坐电梯下来的 100年8月 你看到没有 负0.08 那它也是反弹 像这两天一样 很会跑啊 你看当时跑了60块 有没有 60块 后面跌了185块 都是这个现象 好 都是这个现象 也一样啊 多空线 好 整个散物成本线 也是曾经穿越啊 就像现在一样 有没有 好 就像这样一样 它现在这样子拉 好 不管它 有没有过这里 如果过这里 说不定连这里都会过 不管它有没有过这里 它将来都有可能 会像这样子 好 小心大部分的光学股 好 特别特别注意 好 我想当然 这是刚才那种形状的 是一定要跑的 不跑会出事的 但是有一种是 你会错失机会点 因为它有时候看起来像 跌得比较慢 或者说还在足底 但事实上在盘头 像这一个 昨天我就讲说 它不是我的菜啦 但是今天看法也是不变 很多股票可能在这个位阶而已 就等同这个 郁金光当时的370块 你不留意 一不留意就跌 就跌到这个300块以下 都是在这个位置点 一定要小心 利用假日 你的股票让我帮你看一看 好 我想大盘也许杀个一两天 但是这档我真的不怕 很多人披心戴月在买股票 第三季的旺季效应 有什么给我们丢丢呢 因为要等外资的道歉行情 技术现行认证 这叫主身段 刚刚的郁金光是主跌段 这个主身段 主身段只要回撤 多空线 整个散户的这个法人的 这个成本线就是买进 那主跌段就是拉到这个线 就是卖 刚好是相反的邏輯观念 这是维新 好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多加了筹码的选股 这是去年5月底 那么最后一天 那个MSCI 那么大胆转账了4万张 这是南亚科 后面就大涨了一段 凯胜也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现象 然后呢对称支撑 然后主力成本线翻红转枪 然后呢 你看到没有 散户跟法人成本线正好贴着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包括筹码安定 那么法人欠一个道歉行情 包括宏捷科也是这样 你的契机在哪里呢 当大盘出现沙盘的时候 沙盘的时候 你要别人逃难的时候 你要往反方向来跑 到这里你就要止住 要赶快去跟着去做进场 包括这个全新也是一样 这个都代表才正要开始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PA这个族群 你要跟上 记住 如果你有其他库存的股票 让我帮你看一看 要小心哦 好 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呢 有没有行情 那么就是你对拉回的心态 拉回好的股票像这样就是买 茂莲 江星段 康普 我们就拥有这一个 400点你就拥有三五成的价差 300点 这个地方11天也不一样了 300点就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差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大盘它可能会有一个 震荡洗盘的这个机会 我希望它拉回啦 因为卖掉的股票才可以买回来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重点 中线签点行情 各股空间大 每当股票的高点一定知道 带你进带你出 大盘300点 每个300点 那目标股资金 我就要带你赚三成到五成以上 所以务必把握这个机会 当有震荡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吓自己 跟别人往一个反方向来跑 务必记住 大家一起来打拼 这是你最后最后的机会的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也预祝周末假期愉快 谢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偕 不保证未来 本节目资料仲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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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理财 精彩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